今天我們來到位於港鐵九龍站上蓋的 Riskalton Hotel 上到1802樓 餵的是一間米芝蓮異星的餐廳 天龍軒 從餐廳的落地大玻璃看出去 的確有一種騰雲駕舞的感覺 終於明白為何它叫天龍軒 我們預約的時候 都要求坐在窗口觀景的座位 可惜今天天氣一般 今天是平日的中午時份 我大概預約一個星期前預約 但假期最好預約一個月前預約 說明來喝茶 茶當然是重點之一 這裡的茶都有很多款的選擇 不同的價錢 我選擇了茉莉 即是我們平時說的香片 還有這隻猴蜜烏龍 職員都很細心 每人給了兩隻杯 讓我們品嘗兩種不同的茶 雖然茉莉茶的花香味很香 但跟平時茶樓的香片味道差不多 我個人就喜歡猴蜜烏龍 因為味道更加濃郁 當然給客人放口罩的封套 這些細心位不少 就可以了 當我們點完茶 職員就會送上他們自家製的虎柏腰果 和豆瓣醬 我真的很想說這個虎柏腰果真的很好吃 外皮的糖衣很脆 腰果又香口 第一道來的點心就是這個中東吉品鮑魚酥 鮑魚酥的牛油酥皮很鬆化可口 中間的中東吉品鮑已經預先吃了三份 方便食用 鮑魚味道很濃 口感又嚼韌 只可惜沒有做到糖心的效果 而它的餡料都不適合 有絲鵝粒和鮑魚粒 再配上隔壁的鮑魚汁 真是很好吃 來喝茶怎可以不點蝦餃 這裏120元的蝦餃 外形就等於有差不多 飽滿的外形 12折的外皮 再加上金箔的裝飾 多豪華 蝦餃的外皮薄得來非常煙韌 滿滿的蝦和蝦膠都很鮮甜爽口 筍也很爽脆很好吃 但我還是喜歡腹毛翁 有蝦子的蝦餃 另外我也點了他們這裏的龍鳳燒賣 一龍只得兩隻龍鳳燒賣 尺寸都比一般的燒賣大粒 一粒是有蝦和豬肉 還有一小片芫茜做裝飾 蝦和豬肉都很彈牙 味道不過不失 而另一粒是有帶子和豬肉 有少少火腿做裝飾 我覺得帶子似乎蒸熟了少少 而且和火腿的味道又不太合 味道一般 這次是動來 我們點了半份的黑毛豬叉燒 這個是這裏的標準 需要預早一日預訂 叉燒是用了吃醬果的西班牙黑毛豬 豬肩製成的 油脂平均分佈在肉裏 吃起來非常彈牙汁 肉味亦很香濃 而且它厚切上桌 咬下去口感很豐富很滿足 而且叉燒的味道調得非常好 再配上蜜汁真是好吃到不得了 接下來是梅子醬纖片 纖片炸得很鬆脆 外脆入面很juicy 一點都不油膩 再配上酸酸甜甜的梅子醬味道 好夾很好吃 雖然我們只是點了五個點心 但都覺得很飽 吃完見到我們都沒有其他東西 就送上了美點雙肺 有花生酥和紅豆糯米糍 花生酥仍是微暖的 而且很酥脆 你看 哎呀 掉落地了 真是失禮了 花生味很香 又不會太甜 真的很好吃 紅豆糯米糍的外皮很軟 紅豆蓉又很滑 又不會太甜 吃完很滿足 最後埋單大約1000元左右 而這裏的環境 服務和食物質素 這個價錢都是我們預料之內 最後大家不要錯過 在這條這麼漂亮的黃金隧道打卡 等我都自騙一下 最後我講一下我的食後感 這裏的環境絕對是滿分了 座位寬闊舒服 還可以在高處飽覽整個九龍的景色 而我都很滿意他們的服務 服務員細心有禮貌 點餐的時候 都有問我們有沒有東西不吃 有沒有食物敏感 亦都很細心地介紹每款食物 而食物方面 大部份我都覺得好吃 價錢不用說 絕對是高價 但要享受到這些景色 服務和食物的質素 都是要這個價錢 由於今天的天氣一般 我一定會等下次好天的時候 再來吃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讚好留言和訂閱